熟龙的朋友来到初始年是轻微的犯态税 我们叫害态税 害是先害的意思 今年有人来先害你 所以在人际关系方面特别要注意一下 通常来说这些年份 我们就不应该给人家太多意见 还是对人对事都应该低调一点 比起来吧 你一直都赢 这次你输定 今年还有极星 有太阳星 太阳是一个男性的过眼星 有那个星的话 其实熟龙的女孩子 今年遇到的男孩子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多楼心一下 那个也是一个桃花星 就像海莲和Frank老板 他们两人的相遇源于一则卖书的广告 所以生意厂商不一定就没有真感情 如果你做的生意跟男生们有关的话 今年在财运上也是可以 什么是跟男生有关的生意呢 如果做男生的服装啊 或者是做一些车啊 音响啊 以男生的顾客为主的 砍业呢 今年也是有利的 这个奖我受之有愧 我再次重申 我做的不是慈善 是生意 只是买卖赔了而已 太唏虚了 马上我们就要跟恒泰队打比赛 大叔请大家支持我 但是因为松心方面 今年有六害 是六害那个声息 人家来害你了 还有愧气 跟人家沟通的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 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今年一定要忍耀一下 不言的话 很容易跟人吵架 只剩下这一张 我看他们以为 这一张也是你画的 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咱们今天 不吵架 行吗 对不起 散记者的人际关系 好一点的朋友 我建议在那个年份里面 配戴一个猴行的 还有白姐的事物 都会对记者的人际关系 还有财运都会好一点的 熟舌的朋友来到兔年呢 今年出门是容易 一地孕缘的意思是 当你离开自己出身的地方 在外地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